要带你来看到了 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而且移动盖的比移动还要高 所以让这个清洗门面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 这时候就得要借助专业的超高大楼清洗人员来处理了 电影中的英雄蜘蛛人飞檐走壁 惩奸除恶迷倒一堆粉丝 但现实生活中的任务也能超级风光 看到了没就凭绑了缆绳的长方形木板 桶子手上的刷洗工具 洗窗蜘蛛人沿着高楼玻璃不断往下清洗 看起来噱头十足 但惊吓指数绝对是百分百 没有固定好升降梯就开始作业 真的非常的危险 碰到强风吹行 先是往下掉了好几层楼 洗窗工人惊魂卡在高楼 上下无法脱身 等待救援 类似这样的新闻事件 层出不愁 洗过全台最高地标101大楼的胡信安 就有这样生死一瞬间的感受 第一次还蛮怕的 因为那时候才是学徒而已 感觉就像你坐云霄飞升的感觉 那时候是世界最高 习惯的都觉得说都差不多 高楼洗窗资历五年 胡信安比起入航二三十年的前辈 高空作业经验已经不相上下 我们这安全都是靠自己 不过像外界传说 其实没那么危险 大部分都是人为 自己就是安全措施没有做好 除此日欲都是这样的 踩在俗称吊龙的高楼洗窗机内 洗窗员必备平衡感 还得不怕高 重点是一开始的前置作业 丑毫马虎不得 防护衣工作帽系上吊龙安全锁 甚至洗窗附近的范围 也都得围上黄色封锁线 基本配备的话 就像这个洗窗机嘛 然后两条缸锁嘛 安全绳啊 还有我们身上装装的安全带 安全扣 本正因为洗窗机是三米六 它是架设让你有马的 让你上下 安全绳是我们有一个安全扣 安全扣 对 就是安全扣 安全措施务必做到滴水不漏 当然这份工作并非人人都能做 就不怕苦吧 热很热啊 冷又很冷啊 要有吊龙正早 如果说雪土的话 可能就是架设上的一些 你要比较要注意 顶着日晒风吹 洗窗员任何干苦都得往肚里吞 甚至有时候窗洗到一半 无意憋见的窗内风光 也考验着淡定能力 早上嘛 可能就是人家夫妻或情侣在 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刚好有看到就赶快上去 直接上去人家可能 不会觉得那么尴尬 你如果停在那边 人家觉得说你故意到 在沟空中讨生活 超高楼洗窗员冒着生命安全 不再是简单的清洁工人 繁华的都市丛林 处处都有他们擦拭过的云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